进来,李小璐和贾买量也上了热搜,因为李小璐名誉为群一事,搞得贾买量也身心疲惫。 再加上李宇童爆料靴之前,再度把贾买量牵扯进来,我就觉得这样做真的很过分。 贾买量曾在微博中写道,我一个人过得很好,不想再卷入这些是是非非,忍了很久了,请不要什么事都带上我。 世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要去做,不辜负别人,不辜负生活,一个人的时候,不辜负自己。 从他的自自剧剧中,我们可以看出贾买量的疲惫以及他的淡然。 面对妻子李小璐的举动,贾买量是失望的,也是伤心的,曾经他们要好的时候,在微博中的大量互动,撒了成吨成多的狗粮。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张照片是,穿着婚纱的李小璐笑叶如花,而同样一身白马王子装束的贾买量,默默亲吻着李小璐的脚背。 他是把他当女王来看的,从此以后,李小璐就是贾买量的瑰宝。 我以为他们会白头到老,因为这种深厚的感情,不走到最后实在会让人感到唏嘘。 从平时的互动中,也可以看出,贾买量是付出了全部的真心。 过木婚的时候,他发了一条微博。 贾买量的心愿是,希望以后的种种婚,都能和李小璐一起度过,他已经做好了白头偕老的准备。 而李小璐呢? 爱情是双相性互动,面对李小璐的出轨。 刚开始我是真的不信。 贾买量到底有什么不好,李小璐才会兴起出轨的念头呢? 我问过我身边的朋友,李小璐是真的出轨了吗? 他们说,肯定不会有假的了,他都拍到了。 似乎人们对于眼见为实,耳听为虚,抱有着绝对的相信。 尽管我跟贾买量一样,起初也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 但是现实会让你那绝强的心主动屈服的。 贾买量曾经说着我相信小璐,由此可见婚姻中所具备的信任, 贾买量都做到了。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了,身为女人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把你宠成公主的人,就这样了吧。 李小璐凭借着都是天使惹的货,而一炮走红。 多年前的他纯真开朗,演技也挺自然的,而贾买量是在获得爱情后,我才觉得他变得越来越活泼。 李小璐,你会怀念吗? 那个爱你之身的男子,网友们从一个人的字眼中,刺出他们可离婚了。 但不管怎样,他们就对有情人情可惜的。 如果时间可以倒退,我希望李小璐一直是纯真开朗的样子,贾买量就是他的白马王子,他把他宠成为一个女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